全台进入三级警戒 各级学校从5月19号起公告停课不停学 采居家远端线上教学 也就等于学生几乎一整天都得对着电脑平板看 时间一长就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甚至产生近视 近视会产生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时间一个距离 看的时间越久近视就越容易增加 那第二个距离越近就越容易增加 也许每30分钟就休息个三五分钟 那第二个我刚刚讲 除了时间之外距离很重要 那距离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看近距离的时间长以后会影响 那现在线上教学 小孩子拿的不是平板电脑 最常看到就是用手机 那荧幕越小的原则上越伤眼睛 因为字体越小 医生指出近视的主因就在于 结状机的放松与否 减少用眼时间是最有效 舒缓眼睛的方式 但同学们必须远端上课 时间难以调整 医生建议用大荧幕来学习 减缓伤眼程度 并且适度让眼睛休息 多眺望远方或是闭眼休息 那休息除了很多小朋友是 看手机 看电脑 然后休息去看电视 事实上他还是在看 没有休息到 那以前国小 在推行我们视力保健的时候 有一个活动叫做望眼凝视 所谓望眼凝视 其实是眼睛看远 那你的结状机自然就放松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 因为疫情关系都关在家里 都在户内 所以其实闭眼休息 其实就可以取代望远凝视 另外医生也建议 可以从食用叶黄素 胡萝卜 深色蔬菜等方式进行食疗 辅助眼睛修护 近年经研究证实 适度的磁外线对视力也有帮助 可以在休息的时候 到阳台或顶楼晒太阳看远方 在家学习也要顾好视力 记者那位一头有报道